我想補充一點 不關最好和最差 我覺得有一集做得最難頂的 就是做殺手藝一 基本上凡是阿刊那些都很難頂 他選的那些題目很難頂 阿刊很難頂是不是你想說 他也很難頂 他選的那些題目也很難頂 跟他一起做節目也很難頂 全部都很衝動 真是挺辛苦 嘩 如果是阿刊的節目的話 我最深印象就是《細芳者》 好像要很短的時間內去完成《細芳者》是很辛苦的 很短的時間嗎 好像是因為我上次的節目也有做 然後只剩下一個星期 就好像完成了《細芳者》 下一半吧 我們分了兩半來做 那時候加上因為我有很多工作 所以要去消化那些遊戲的時候 要很久才能感受到作品的魅力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段很長的時候 覺得很難頂 欣賞不到這套作品 那我覺得最… 比如冰芝和Vita 剛才提到最大的問題 都是阿袁幫忙分享 我覺得真的很糟糕 這樣做主持 這樣做partner 也是他的問題 其實阿刊提到的題目 不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阿袁肯分頭 其實我覺得阿刊提到那些書的題目 其實我反而會覺得比較靈類 就是可以令我接觸多些不同類型的作品 好像《殺手亞一》那些 一開始看起來會覺得很難頂 然後甚至乎不太懂得欣賞 然後到《二變者》 我會覺得他的作品比較靈類 但會找到一些平時看的作品 找不到的樂趣 所以之後阿刊選擇的集數 如果他能保持這種靈類的話 我應該都會真的追著你 你居然可以在阿刊選擇那些作品裡面找到樂趣 那我吃一下 我要用真假顯顯示你 說實話說 我一是有他有趣的地方 以便是有他可以探討 他可以表現出來是有趣的 你又想起他的手上的雞蛋 就好像他比起附堅更加早玩反黑 然後只有對白的那幾頁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有趣的 我覺得沒問題 找阿元分擔一下就對了 也有阿元問題 所有的錯得阿元 最壞的都是阿元 明天播給他聽 他在聽著 他沒有留言 明天就在讀地盤 之後會把這些位置全部剪掉 Aman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剛才細天說風神演義那集 那集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細天和阿天 兩個是看完這套風神的 嘩 我都追到24的 混蛋都輸到23的 他是不是有24集動畫 不同的 他是不是有24集動畫 我也追到尾 差一點點 不是很辛苦 要從頭看 我還是沒看完阿元 所以那集是做得有點差的 大家的交流相對是少的 其實是交流的問題 不是一套書的問題 是 交流做得好 最重要是我們如何解讀作品的問題 Aman 雖然你不太加入動費 但在咬借上你也應該有看法 最喜歡 最喜歡 可能有很多人會吵 說吧 說了才吵 我們第一次去做Live 是跟德哥他們做的 第一次見主筆 我第一次見 我是喜歡的 喜歡主筆 不是 第一次見主筆 他這句話是這樣的 第一次見主筆 我是喜歡的 他就說是這樣的 那就是不是牛輝 是阿寶 為什麼不可以 其實看了這麼多年 廣漫第一次去製作人的宿舍 見他們真人 我是第一次的 有這個機會 其實我是開心和喜歡的 但是不喜歡的節目就是 薯片之神 我沒有出現 我想玩的 但那天我沒有出現 我也不喜歡薯片之神 因為他輸了 那個隊友太太輸了 那個隊友都白頭髮 我這個隊友是不是 鐵機那麼混蛋 是呀 兩會賭錢的人 兩會賭錢的人 阿元不懂得賭 阿元的混蛋 又是阿元的混蛋 找了那個隊友 我都沒有做過 就贏了 他有出現嗎 有 為什麼還在做不做 你都不用做 那就贏了 小小村問 什麼時候會再說冥王神話 Lost Canvas Lost Canvas 是說車田正美那一部 還是手袋木那一部 叫做Lost Canvas 就是手袋木那一部 車田只有冥王神話 好 想想一下 我們還沒講完嗎 原來講到一半 他出來了嗎 現在當然出來了 三本一敷 那場上還沒敷衝 阿曼呢還有沒有 除了薯片之神 你似乎很喜歡見樣子 不是見 你很喜歡被人見到你的樣子 薯片之神見樣子 我也沒出現 訪問 所以你就不喜歡 因為只有我們見樣子 所以你就不喜歡 又訪問 因為不能玩 你那天有上去玩 那天有上去玩 那天有得過他們嗎 你這樣肯定說話 我們沒有這樣想法 他可能又吃完生蠔之後 回頭那些 但算是這樣 沒有什麼 沒有啊 我們的節目條 不想提 看到我的樣子 就最好 看不到我的 那些就最好 沒有啦 其他沒有東西 我不喜歡動廢 我們開了頻道 直播的給他 就是每天都 好像食客那樣 食播那樣 好像龍心那樣 拍著他怎樣看漫畫 跟觀眾說 有這些vita做的 今天直播跟觀眾說 我正在吃拉麵 好 我現在要先走紅地 是 謝謝到他都很重 看看大家現在變了多少 沒有變到變什麼 變好了多少 從來都這麼好 活潑了 可以不斷進步 你呢 我最不喜歡的 是自己做一集頭文字 首先 太多人了 我又覺得 喔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做 就OK吧 不不不不 你快點 你們這些傻子 拖下水準 頭的我一個人說 都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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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 不是 那一天 最嚴重的是什麼 阿玄不在 阿玄有沒有在 阿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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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拉低了我節目 所以最認可 阿韓又不在 阿韓 就是他兩個 拉低了 阿韓 沒空 大蛇丸 剛才那一集真的太多人 我又沒有好好控制到大家的情緒 太hyper了 所以這個是我的問題 另外我自己也不太滿意的就是《數碼暴龍》那一集 因為我第一次沒有你們的情況下自己去錄音 去推麥 那一集超緊張的 頭二十分鐘我記得好像聲音收得很一般的 這是我的問題 是嘉賓的問題 沒關係 是我的問題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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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WhatsApp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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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不好 其實我對自己做教育主題題目 我也不太滿意的 所以是我的問題 如果我比較喜歡的 其實我會比較喜歡《金吻月》主題的那四集的 因為我之前是從來都不會看《金吻月》的所有作品的 但看完之後我是很認真地看完之餘 我就是覺得 啟發了我自己的一方面 其實我比較喜歡 他的作品會令我再想看多一些 思考多一些東西 還有純粹是 我經常有對不準麥克風 有聽眾 最初的那集超棒的 誰 全靠你 謝謝 Overtime時王 全靠我 拍我 還有很感謝 有時看到一些評論 我都會覺得 其實可以再做好一點 其他聽眾 你們有沒有哪一集是特別喜歡 或者不喜歡 Pit就說 幻想你們一邊看JL一邊喪插應該也挺歡樂 不是啊 那天我們都 就算不是一邊看 我們都 都插了啦 互相對訣 互相對撐 對 都插了很久 你那天那麼重口味嗎 對 很重口味 對 我自己今年都多喜歡的節目 14歲吧 因為實在是解讀得太好了 我想應該沒有哪一個人 會像我們這麼認真地解讀14歲的搞笑畫面 其實我本身是不同意的 本身是好看的 好看的 好看的 我現在都還在看 這樣是你抵得慢的 因為他看的時間不久 我的意思是做完節目 我還繼續堅持在看 那一套是挺好看的 不差的 另外其實我覺得薯片之神是好玩的 因為無尼拉間幾難得 可以想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大家又肯一起出來玩 但的確是我們付出這麼多收穫好笑 我們放那麼多時間 所以這麼少人看 我們自己玩都很開心 還有我覺得薯片之神有一個敗筆 有一條豬蟹出了一張照片 其實透了結果 你主要是不用說給人家 這個人才知道的 那就是柴小鎮 所謂柴小鎮當幫忙 但薯片之神之前 我們要瘋狂買薯片的時候 那一陣子都覺得是一件好玩的事 你看這些味道 那就是手購的什麼不妙的味道 我其實剛剛過星期吃了一隻 北京田餅味 不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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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田餅吃真的 那吃不起來 但我整集其中一個 兩個highlight 我覺得薯片之神有兩個highlight 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吃很多不同的味道 大部份都是肉味 吼你阿元吃齋 他怎麼可能知道肉是什麼味道 他之前吃過的 他不是一出世的吃齋 可能會忘記了那些 都是一些味粉味而已 可能有吃過 那你忘記了那些 在別的地方聞個五香玉丁味 可能是茶餐廳聞 不聞的 你旁邊那碗 只是雞菜炸燒那些 可能都可以有味道 那時候買的時候 有一兩包是生藥味 我只有一包生藥味 還有好像芥末味 生藥和生葵 生藥和生葵 他應該承認到這兩包 不是 他們答中了 那些題目 是最後的 不是 他們兩個一起聊的 第一回合是一起聊的 這個是第一個highlight 第二個highlight是什麼呢 就是 Vita做公正人 你不斷偷吃笑話 哈哈哈哈 他不肯玩 他不是不肯玩的 但是我們找了他 不如幫忙做 不是不是 是那時候因為減肥 但是看到有薯片 我真的很想吃 他不肯玩的 他說減肥不肯吃那麼多 然後轉頭就自己不去休息 哈哈 然後我看著面子 我真的吃了多少 吃了最多個比賽 我們 哈哈哈哈 最少每個都試穿 我們是selectic的 我才試了而已 所以薯片之神是好玩的 如果有 其實我有想過其他的 譬如吃杯麵 但是太煩了 太難了 因為我們地方不大 又有水 最大的問題是有水 比較難搞 所以沒有玩過 中學生生活 中學生生活都是一個 其實那個題目本來很嚴肅的 我那集 不是 其實不可以說我那集 不是 就是1.0那集 我正在說我的意思 因為其實Kenny 是想有兩個 兩個highlight的那集 為什麼想做 問我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 我們是同年的 同屆又在觀塘區 所以就想知道 他經常都想聊一下 不如Band 1的學生 和Band 3的學生 我們那時候要Band 5 的學生究竟有什麼不同的玩法 然後我們想聊一聊 就是會聊到最後 是一個比較嚴肅的話題 就是現在的中學生 已經被人搞得不好玩了 但是一直聊的過程 如果你越聊就越過分 Kenny一定會出四大禍句 沒有 沒有說四大禍句 但是不斷在溝女 打架 是有很多有趣的生活 結果 大家 那麼多位主持 都覺得很過癮 另外我們開了總共三集 去談 旅行 旅行也是有趣的短系列 其實最初都是想著 我們原本是想著去日本吃的 還有說 不是 因為那時候是空姐被人家炒 原本是一個很嚴肅的題目 你 14歲都很嚴肅的 原本是一個社會話題 紅球蛋 原本是那些空姐被人炒 我們說想針對這個 就開一個很短的特輯 那就算了 誰知道我們那天真的瘋了 那天大概是五點多開始錄 結果錄到中間 他們說不行 肚子餓不如先去買點食物 然後回來又錄 是嗎 不是錄完才離開嗎 不是 中間是又去買點食物 因為有肚子餓的關係 還有Nicky她每次離開時都會跟我說 好像昨天說得太激動了怎麼辦 我搞笑 好像Tame剛才所說 她仍然以為自己有保持到什麼形象 只是 她不知道自己已經創造了一個新形象 Nicky那一集是 她有很多東西分享 我分享完之後 我講完這裡不講的 要跟我們講 講完之後又繼續講下去 我講完這裡不講 她講完之後又講下去 她每次在開我們新一節之前 都會說這次說少一點 但她每次都主持了整個節目 但完全沒問題 因為她的內容很好笑 對 很搞笑 阿袁也有她的看法 她的看法就是聽不清楚 她的節目是最好聽的 另外還有 KKK說她最喜歡她中了一次 給著我都喜歡 但她是捐給我們的 然後我送了一本畫集給她 然後一萬多就不用給錢 好可怕 你講一下重點 重點給一個意思 另外我喜歡的東西還有藥乾 例如剛才說墨路人那集 我挺喜歡陶寶 你明不明白 最難得的是 我不斷地 很激動地在她說話 阿添又在用周杰倫的聲音 但我聽到她說話 我完全在跟她對話 所以這集是很有趣的 另外《色情漫畫》試過 即是《色情漫畫》試過的那集 你做人都知道 其實我做的時間不是很長 準備時間不是很長 但叫做在香港漫畫裡面 比較少人做的一個題目 雖然也有些東西是不準確的 我最不喜歡是《港萬旅角》的那集 即是講專題《港萬旅角》的那集 即是《遊貓》 對 《遊貓》和《座貓》上來的那集 理由是什麼 因為準備得不夠好 其實應該要做得再多些準備才足夠 尤其是講一些這麼小眾的配角中的配角 其實應該要講多些 還有如果想分析得好一點 要再準備好一點 其實我們可能要再看一套作品 而且很專注於那個女角 但你想想我們要看這麼多書 去講一個女角 然後我們想講十個女角 要看十套書 所以沒有做到 但在喜歡和不喜歡 我另外做了一個分類最有趣的題目 有幾集 第一集就是《單調六晚》 因為好像有千多人聽 但我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我們在講什麼 應該這樣說 你聽不聽得明白我們在講什麼 因為我們是講國語的 大日晚的國語還可以嗎 只是他可以的 對 只是我可以的 因為你旁邊的這個 沒什麼出聲 我是不會講國語的 除了抄連貓和奸連貓 就沒有第二句 最差加這兩句 另外就是批判《趕萬廢老》那集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興起的 想講一些生態 即是直接是讀者的生態 結果有很多人以為我們 這些其實很容易的 就是那些按鈕的就會直接對號入座 其實不一定是說 尤其是說你 雖然一定有尤其是說你 但不一定是說你 這樣 另外 《德魯立酒店》那一集 為什麼會覺得這一集有趣呢 他沒有分好最好或者最不好 而是因為 我和冰芝拍檔了十幾年 最認真的一集 就是他 那一集 那一集是厚的 那一集是厚的那一集 不是啊 我以前也有做過 很多人物關係圖 現在 沒編十幾十張 還是曾蔭權做特首 我和他拍檔了十三年 怎麼知道 可能是11年 吐隻十三年 吐隻十三年 我又拍了十三四年 那樣子 是不會做那麼多功課 但就是因為沉淋了IU這艘船 所以 吐你那一集 我怕我沒有記性 我怕你不熟 其他人知道你比我熟 你明不明白 我又沒有記性 那我就要編出來看 吐你那一集 做這一集節目最重要就是記性 我想問那一集有多少張 對不起多少頁 所以剛才我不是說 編了三十幾頁出來 他說沒有那麼多 十六張而已 沒有三十二頁 幾版紙而已 哪有那麼多 吐你 有多少新聞 三四張A4紙而已 那一刻 肯定沒有紙 你連那一集叫做 精神病 精神病都有 IU那集肯定比精神病多 所以那一集是我覺得 其中一集是去年最有趣的一集 這個是我的感想 當然 其實我去年做了很多節目 所以 我又不 逐個說 但大約是這些 這個也是我的看法 聽眾他們有沒有什麼 聽眾說他挺喜歡說香港動畫MV那一集 很久了 還是KK在說 是IMV那一集 可能是 有聽眾說OK1是《幻愛》那一集 小場戲 是 有聽眾問什麼時候再說 不要問 這些 正在看的了 我要看X3 暫時停下了 其實都是霸權作 我沒辦法 停下了 說坐大西北牛的虎 那一集 天璣 我聽眾說天璣那一集正 沒辦法 天璣 我也是那句 我夠敢肯定 除了YPR之外 華語區沒有人可能 做天璣 做得好的辦法 除了YPR 沒有 我們都很久沒有繼續打這個藍牽探 我們都可以再研究一下 藍牽探還有幾套作品 因為我們本身是打了 你們大陸的那台什麼 風神傳奇 接著是洛洛 天璣 還有 應該還有四套 扎金波 希望有空盡快處理它 小嫂村問什麼時候做了我的大叔 很難做 沒有人跟我做 這套 你自己一個說 不行 我一定要跟我說 我害羞 這套是值得說的 好看 衝一衝說 他覺得獨隱港浮世奎 春宮浮世奎那個都很棒 因為實在太衝擊了 你想想一下 屌虎鱗骨 還有人說我們笑 說得很淫 其實真的不淫 你想想一下我跟天璣的聲音說 春宮浮世奎可以淫到什麼地方 加上阿可也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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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淫到仆街 淫到不加賤 就很難淫 還有沒有哪些 差不多 還有沒有什麼想跟大家 你們聽中最想聽什麼節目 或者聽什麼題目 現在招貨這樣提的時間 不是 你不給錢也可以說 譬如你聽了我們去年 那麼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沒有什麼節目 你們是特別喜歡聽的 或者你們想來聽哪一類型的節目 我們可以短打一些系列 譬如可能三集五集 應該不會再像那天一樣 錄了十幾集 變成一集的節目 變成一個系列的節目 變成一個短系列 差不多了 還有沒有什麼 大家想分享一下 剛剛過去一年的遊玩時間 是說我和那一集 即是我和殭屍 時旺就說有Vita就行 那你多點回來吧 KK說他想Hands Buying Family 我們都很喜歡這套 我給阿袁 不是給阿袁 不是給阿袁 都是阿袁混蛋了 即是我買阿袁借書 看了幾期之後 我現在自己買了一套 那一套是你吵的 只是借阿袁那一套 但我繼續看阿袁那套 如果要說些什麼 其實我自己 都賣美了 都翻桌了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雖然我都不是說 因為我很老之力的主持 但是我覺得 新主持們的積極性 我覺得還沒夠 說的積極性 不是他們做節目 或者在台舞上的事情 有些譬如阿DK 可能他會幫我們剪聲 阿袁都會做很多處理的事情 但是深刻 可能大家 當然工作也都忙 可能有人安排了 他們不會再故意插腳下來 但是可能一些 在群組裏出帖子 跟大家聊聊天 那些事情 我覺得大家可以做多些 我深刻其實有種想法 我不想大家聽到 動蠻廢物 還只想起麻油者 阿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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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口可能是我 我想動蠻是我們這群人 我想做到這個效果出來 這樣想 現在還有大家姐 現在是很紅的 動蠻大家姐的表情很香 我們那些highlight 有一半 三分二 四分 怎樣 大部分都是她 一半三分二 四分一越來越少 是四分一 十六個沒有四個Rita 四分一應該是她 其實我本身收到一個list 我都幾多笑話 十六個題名裏 大部分都是你 你很難輸 還要投幾名 總票數就贏了 但你可能會拉薄了 至於我的票數 所以最後贏不了 我們完善這個選舉制度 多二席多票制 你投十六票都可以 救命 對 這個是我一個小小的想法 好 其他呢 其他呢 有沒有主持 還想跟聽眾說多兩句 GT沒有 我們沒有錄過GT 想起何故 昨天他也有店 在戲院 可不可以說一下以前的漫畫衍生產品 特別想聽一下以前的萬變卡 萬變卡 這個真的有難度 首先你要找得上一些卡 然後 不要說 一個回憶都可以 小你 我說明朝的東西 不就要拿回那些 你說明朝的東西 不就要拿回那些 清朝的東西 不 因為萬變卡有個難度 那時候 真是小學生 你不懂得看上面的什麼 真是閃卡發卡 就是抽到的 就拿到的 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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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厲害了 我猜萬變卡 不是只想說那張卡本身的東西 而是抽到的 那個想法 想一下 如果短短的 可能五分鐘都可以 應該做得到 還有試試找人幫忙 可能要 我們用三個小時 找人來錄五分鐘 另外就是 有沒有聽過北企託 我想聽聽你們說北企託 一起說吧 北企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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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什麼 不是女生 我作劇 紅玉 不知道 那時候子萍講過 可能是 我們都滿了最愛聽眾 對 講起洞廢就想起大家姐 我經常想起柴犬 其實因為我工作的地方 附近有人放狗 其實每次有柴犬經過 我都會笑咪咪的看著它 現在我覺得 我自己的動作有點變態 如果訪問柴犬 牠就會倒上衣服上身 牠看著我的笑容 又好像心寒 一直笑 笑到你的心寒 我第一眼看到柴犬的時候 真的好可愛 但下一刻的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很變態 這個是我在動肺裡面最大的改變 多了雜念 每一次看到柴犬的時候 我心情會有點複雜 銀鷹轉 銀鷹轉講過 戰神園已經 紅玉 看看會不會 不過我們剛才也說了 紅玉講了 那時候我還沒進來 我做聽眾 應該是新鷹講的 好像是新鷹還是紫鷹 新鷹還是紫鷹 他們兩個應該會選 是 預計1412話動快開閘教 溝女一定怎樣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的 試到可以為止 試到最後不行 就知道你不弱 那是你的問題 不是方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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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條條條都一樣 一定可以的 其實點溝女是看你的樣子 你的樣子就用什麼方法 一定要看的 看錢 對 就正如女神光臨這樣說 你家裡的大小 自然跟你交到哪個女兒有關係 到機會的大小 對 到機會的大小有關係 對 不是喔 我家裡大小只有你有權威 你搞錯了 我家裡大有權威 家裡小就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怎樣 沒有啦 我就說沒有啦 即是家裡大和交到女兒 是沒有關係 沒有啊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的意思是 你家裡大再加上樣子 OK 他的意思不是 他的意思是 家裡大的女兒會移動送上門 不用追求的 這樣呢 你們的物化女性 物化女性 師弟給你們說 這麼多年 那是什麼 師弟物化女性 過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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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弟都不在了 對 師弟都不在了 說多一些歷史節目 剛剛今集Patreon 我又說了 還要說到夏朝的時代 說得很古的 創龍轉好像沒有說過 創龍轉好像沒有說過 好像沒有說過 創龍轉即是哪一部 創龍 田中荒樹 那一部 有動畫的 但 田中荒樹出很多 其實是實在的 曾田正人都是曾北極台 很難說 物化女性 Sunny真是第一 不是我說 大王所說 Sunny是最前線的 好像沒有聽眾 還是關心廢人爆機密語 這次應該是太廢的關係 是呀 那是玩一下 那個也是反應 打完機 那個節目也幫了很多 趕快來 既然我們打打機 有人課金 還有抹機都重現不回 被的士撞死的那一幕 我安排一下 我還沒重整好那個神話 打機只有看蜘蛛俠 即是你 就是看了Dekater那個 好 其實我們錄了很長 都問問聽眾 其實我買了《返校》和《還原》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因為他其實是DRMV 但不會這樣做的 放心你自己買 我就是為了支持赤竹才買 有沒有興趣看 畢竟兩隻遊戲都有些年代 可能看完 我們做直播也不會有攝影響我們自己 也都 我不會夾波了 所以大家看不到的 直播想看的可能都未必看到 好 看看你們還有沒有興趣看 是 那就立刻有人說想看 有三個馬上說想看 我們會不會再在這邊開多一次SAO SAO等你們說 在YPR 是咯 因為我們沒有跟開 跟你們跟開 投入到很不一樣 你們都監察開 不如由你們監察 我監察完了 我也是等秋天去上劇場晚 是咯 今集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陪了我們又一年 我們在15年的時候 就繼續都 一條你 你是什麼人來的 VB 多忙 阿Tim好像有少少波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什麼東西啊 阿屌你老命 阿屌你那是 阿屌你那是 啊屌你那是 阿屌你那是 阿屌你那是 你的相片是看阿屌那個波地 還是你那是反效跟還原 可不可以回得準確一點 哈哈哈哈 有關於反效還原或者我隊伍的波底的問題 我們在MIV或者Facebook繼續跟大家聊下去 對啦 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Patreon的很多節目 如果你只是課了金沒有聽的聽眾 麻煩你聽回那些實況者 因為真的好玩好笑的 到最後 是不是Paul Wong有再多付錢給我們 多謝你們 今晚我們非常感謝大家陪著我們 由八點半一路聽到現在 都快要四個小時了 台興就是這樣了 就夠了不大論 好 下會不會預告下 會不會預告下 下星期說什麼 下星期是不是已經是奏術會戰了 下星期說是奏術會戰 教大家吃手指 下次再見 拜拜